好 我們來看軍營發生的這起事件 大家會覺得說到底有沒有管理上的問題 還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同一個軍營裡面 這些年發生的這些事 對 沒錯 講起陸軍269旅 就讓我們想起幾年前的洪仲邱事件 那麼事實上陸軍269旅 這是一個黃姓的中衛排長 被發現沉屍在這個樓梯之間 那麼他應該是自強 就應該自己這個等於說自殺就對了 那但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當時檢警驗屍的時候發現 他的手掌上寫有阿兵哥的名字 那麼到底他寫有這個名字 到底是跟這個他自己尋頓 有沒有關係 現在正在查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手上寫什麼東西 有時候是為了記事情 但到底是不是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告訴各位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保險殺人的 那個殺人魔王陳瑞卿 陳瑞卿案子之所以能夠破破破一直破 就是因為他最後殺死他的 他劫財又劫色 又殺死他的女朋友的時候 女朋友的屍體被發現的時候 手上有七個阿拉伯數字 陳瑞卿租屋處的電話號碼 從這個地方破案的 天啊 從這個地方去破案的 然後又調監視器發現 陳瑞卿的車子剛好那兩天有經過 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一層一層一層 才抽絲剝禁破案的 所以到底有沒有關係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269旅為什麼一直出事 那麼從去年9月開始 謝姓忠是在這個緊閉寺不治 然後到了10月的時候 陳姓士兵在自己房間自強 那麼現在4月黃姓中衛又在青森 一定要查得水落石度 台灣的軍隊跟軍人 現在不允許再有所謂的霸凌事件 繼續存在 那除此之外呢 有一件亡死的事情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呢 他是海軍都戰隊的一個核心士兵 他開著一個保人社的這個小客車 去加油 然後叫完油了以後 莫名其妙就被一堆不認識的惡善 攔下來以後呢 最後集體給他痛 甚至於開槍把他給打死了 然後後來查出來了以後 查了一堆人 各位要知道 他的母親透過 因為你要知道 做媽媽的 不管你說他迷信 也好 還是怎麼樣也好 因為兒子去得莫名其妙 說他很難過 他一定想要透過很多民俗的方式 要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那這個有時候民俗方式 其實就是一種心理治療 所以媽媽說 透過通靈看到兒子 一直哭一直哭 說自己很冤枉 為什麼呢 因為殺他的人 他一個都不認識 各位 等到後來警方破案的時候 殺他的人 果然他一個都不認識 怎麼會 為什麼因為殺他的人 涉及這個案子 你們逮捕了快要七八個人以上 這些人認錯人了 認錯人了 殺錯人了 真的是冤枉的 所以他是亡死的 莫名其妙 就是死掉的 所以在臺灣 你去加個油 就會被人家認錯 就被人家誤殺 最後這樣子死亡 你要知道 這為人父母的心 有多糾結 有多慘痛啊 好 剛剛這個瑞德 大家特別講到 這起案件當中 因為這個手掌上寫有字 所以大家想 這可不可能是破案的關鍵線索 事實上高法醫 曾經接觸過類似這樣的案子 手上也寫著字 結果卻是大逆轉 對 這個其實一開始 不是我去驗的 是另外一個法律器 因為他也是有點疏忽 就去看了看 有看到他那個死者 這上面寫他長官的名字 剛好那個長官就是死者的前一天晚上 那個他因為犯錯事情 他關在緊閉室 那個長官在那一天晚上去看他 結果隔天早上人家去看他的時候 這個先兵就就掉在那個窗戶 他用那個船單 自己這樣去 半吞半跪 這樣屌虛 去看的時候 他們一看 沒有什麼增長 可是他寫了一封信 寫了他的長官 說他知錯了 他一定要改 但是他一定會堅強起來 他絕對不可能自殺 長官對他的那個 就是說他對長官的感情 也好像有一點 也不太喜歡他這個長官 他講的意思是說 我也沒什麼想像你 你講講我都聽不下去 他也在那裡嚇到有幾百里 他還是抱怨一大堆 然後又是上吊 上面又寫 那一天晚上那個長官去看他 當然就怕那個長官是跟他寫的嘛 這個長官他也不知道要怎麼說 我去他就好啊 我離開那個時候 他還在那邊哭 我說你不要哭了 你就好 再兩天 再幾天你就出來了嘛 不要再在那裡好 他就走了嘛 怎麼知道 我去看現場再看看那個照片 那我看的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過了差不多 差不多百年了 我說你中美女出來看 我看的很重要 因為他是半墩半跪掉在那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窗戶上嘛 所以他的師班都會往下沉 因為我們人就是 你騎著 整個腳都是師班 可是他隔天送到殯儀館的時候 要解剖嘛 看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發現他師班已經跑到背部去了 那就表示師班沒有固定 沒有固定的師班 我們大概不會超過六點鐘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上去那邊看的是 因為他摸他的關節處 結果關節是都軟的 只有這邊比較硬 這邊硬起來大概三個小時 大概關節硬起來要八個小時 他這個也還不會很硬 所以應該是不會超過八點鐘 我判斷是不會超過八點鐘 就不會超過八點鐘六點去看到 十點一號到四個嘛 對 所以這個長官就沒事了 因為沒有量工分 你還要量一個工分 那如果三十七度 你一點鐘降一度 你如果他牛是三十二度 他就死五點鐘 他如果三十度 你就死七點鐘就很好算 那一定就沒有人會好 就是我們大家都沒有在做這點 所以一直飛到沒有好 長官 剛剛有掉以限值 還有降值 還有那些都有 怎麼會那麼衰 不過我先說 沒關係 這應該跟你無關確實沒錯 因為他死亡時間 跟你離開的時候 你早已經離開了嘛 你十二點 你十點就離開了嘛 九點就離開了 你十二點四點怎麼會有關係 所以這個案 就後來是有解決掉了 但是家子當然也不相信啦 要我拿給我看嘛 你自己看看嘛 你自己去處理也對 我沒辦法了 所以他手掌上寫長官的名字 是為了什麼 應該是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要寫就對了 我覺得他有一點 故意要嫁禍的樣子 然後信裡面還寫說 他絕對不會自殺 對對 我也是這樣感覺 這個長官真的也被狠狠的 有復仇的 有報復的那個心情 好我們看 所以說有時候很明顯的線索 不一定是線索 他可能是陷阱 可是有些案子呢 就是找不到線索 怎麼辦 警官遇到這個案子要怎麼辦 其實當警察有時候 印象會很深很深的 以前張車是不是都是警察 找到通知車主 這個是車主找到通知警察 這樣就鬧開了吧 電腦扁你知道嗎 他一台台車靠行的嘛 拚命要去拚命 拚命後 回去洗衣服後 拚命後要出車 因為大貨車不像轎車 可以開到家門口 他們停在他們家 外面一個空地 回去洗衣服 洗衣服要來 車沒了 沒了 沒了就找原住民的巫師 他說你幫我問車子被偷去哪裡 那巫師告訴他說走海線 台一省道往北上 那兩個原住民就吹吹吹 從從找到台中大甲 又找不到嘛 又可能回去問巫師說 繼續走 要搞 要搞 結果爬起來之後去到苗栗院裡 沒有 搞到看了他的車 我就問說奇怪 你們從南投一路找到這裡來 找到你的車 那那但是車上沒有貨了 火都給我們落了 出一台空車 說巫師既然這麼厲害 都沒有線索 那你拜託巫師 幫警方能不能破案 那我那時候就請 你要有虔誠的心喔 你不是要考驗巫師的心喔 對啊 我就 我剛剛跟你講 我印象會這麼深刻 就是他找到他報警 那這個巫師很有意思說 我叫他打電話去問說 巫師能不能幫警察 他說 叫警察買檳榮來收槍 買檳榮 我就說你們被偷的車 你先檢查有沒有你們的 不是你們的東西 車上有一盒檳榮盒 你要小偷偷了以後 他們買檳榮 那個檳榮盒 檳榮盒看那個地址 第一個我們先調他這部車 停在外面那個監視器 結果是半裂的時候 是一台那個土甘龍 因為汽車大燈只有一盞亮 一盞不亮 那但是那台車沒有掛車牌喔 塞我來一個就要開 來偷偷這台土甘車 然後這兩台車就做個照 但是因為沒有車牌嘛 沒有車牌你警方斷了 散開了 但是那個檳榮盒喔 就是這兩個歹徒 要來偷大貨車之前 先在這個檳榮攤買這盒檳榮 結果這檳榮攤好巧不巧 他上個禮拜被搶 他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 他上次用手 他現在正四個監視器 正四個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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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面到旁邊 正四個監視器 叫我們調監視器的時候 很清楚的就是 土甘龍那台車 車牌又掛在上面 你知道嗎 他們就是檳榮買後 塞我要投到這裡 車牌拋起來 結果他就 他的車牌 就在買檳榮的時候漏線 被我們找到那個車牌 結果真的這個案子真的破了 那你有沒有買檳榮去 謝謝污師 沒有 你又沒有 你傳過水無痕你 我在跟你講 我很好奇 我說巫師既然這麼厲害 拜託好不好 劉邦友誰做的 你又要討厭他了 你檳榔不請人家吃就算了 因為我剛剛跟你講說 我們警察印象會這麼深 就是他他找到他通知我們 這一連串的巧合 真的讓你印象到今天 那劉邦友的案子誰幹的 到最後這個巫師先掛了 巫師沒有路過就騎他了 來不及給你解答就對了 我想他如果可以跟我們說 真的大家都破格了 是 不過他真的有特別的一個能力 你相信的嘛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案子真的是太離譜了 比電影還要電影 比戲劇還要戲劇 如果記者每次都比警察 找到現場 然後他如果還能夠拍下殺人的過程 甚至他每一次都能夠把這些畫面 在電視臺上面 讓你看到的話 那這個記者就怪怪的了 很多毒品交易 槍枝交易 黑幫火拼 這個記者 這個製作單位 自由頻道 總是能夠拍到那些聳動的過程 都比警察快 其中有一次有一個案子 最讓警察覺得嘖嘖稱奇 就是說在郊區的樹林裡頭 出現了一個殺人分屍案 而記者到現場的時候 那個具遺體還在冒煙 然後呢 記者在編拍攝的過程當中 還和他的文字記者 也就講我們的主持人 一搭一唱 那主持人竟然講 從這具遺體來看的話 他應該不是槍殺 因為沒有彈孔的痕跡 而他應該是活活被燒死的 因為還是要冒煙嘛 簡直就是法醫就對了 OK 對 簡直就是法醫 你已經看到可疑的地方了喔 因為他主持這個節目 長達將近20年啊 然後每一次又都能夠把這些 震撼的畫面給帶出來啊 好啦 你現在知道了 這樣的節目 之所以能夠讓他們 巴西人的這個振奮人心 就是因為他替人民主持了公道嘛 結果呢 在2008年有一天呢 就有一個大哥落網了 這位大哥落網是因為啊 他犯下了好幾起的殺人案 高達九起 好 那高達九起的時候 警察就問他說 那我們現在啊 就要把你關到某個監獄去 他就突然跟警察求 拜託 長官 你不要把我關到那個監獄啊 因為我我得罪太多人了 我殺了這麼多人 我進去我一定會很慘 會被修理得很慘 那可以啊 那不然你給我一點 更多的情報來換 好 警官我就跟你爆料吧 我不是大哥 真正殺這些人了 後面還有個大哥大 誰 誰是正幕後的主使 Wallis Salsa 警察一定騙人了吧 對啊 他是我們的議員的三度高票當選 他是我們的人民英雄啊 對不對 他過去也是警察退休的 真的就是他 因為警察大人我跟你解釋 我之所以會成為殺手大哥 是因為我下面養了一堆小弟 而這些小弟 都是一些過去的黑警察 都是Wallis Salsa招募來的 那他招募來他 然後由我來做這個好像隊長 領導他們到處去殺人 殺什麼人呢 專門殺Salsa的仇人